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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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 关羽在严金斩杀文仇后 沈佩和郭图在袁绍面前栽赃刘备 袁绍大怒 欲将刘备斩首示众 刘备谎称派人送信给关羽 让其前来归顺 苦苦的袁绍竟然转怒为喜 放过了刘备 此时身在曹宗盛的关羽 得知汝南一带有黄金与聂刘夕和宫都作乱 主动邀请代兵评判 曹操随即任命关羽为主将 于晋 乐晋为副将 率不前去征讨了之后 便有了关羽千里走单袭 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本文要介绍的成语 使袁绍在文丑被杀后的兵力布置 叫做按兵不动 意为使军队暂时不行动 现也比喻暂不开展工作 这句成语的最早出处是《寻子王志》中的 俨然按兵不动 三国演义围绕关羽投降曹操至重返刘备身边 设计了不少精彩情节 例如《土山约三世》 斩炎梁珠门丑 千里走单袭 斩菜阳等等 但在这些故事情节中 只有三件是真的 投降曹操 斩杀炎梁和重回刘备身边 至于关羽是如何回到刘备身边的 小说设计了一个千里走单袭 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而这个情节也是历史的系统 在《三国志关羽传》中 仅有简单的一句记载 即与沙炎梁 曹公知其必取 重加赏赐 与晋风其所赐 拜书告辞 而奔先处于援军 其间并未发生所谓的过关斩将之事 那么 关羽究竟是在什么时间离开曹操 回到刘备身边的呢 《三国志先祖传》 记载 曹公与袁绍相距于关渡 汝南黄金刘辟等叛曹公英绍 绍遣先祖降兵与辟等略许下 关羽王规先祖 这是什么时间呢 《对照三国志武帝记》中 邵进宝阳武 关羽王规刘备 八月 邵连营烧前 依沙维屯 东西数十里的记载 时间是在现地建安五年公元二百年八月之前 但并未说明具体时间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在编转资质通鉴时 对这一历史时间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 并在资质通鉴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 现地建安五年公元二百年四月 以这个时间与三国志先祖传中 当时刘备当时的行踪作对比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此时关羽随曹操屯兵关路 而刘备与袁绍驻扎在阳武 两地隔阂相望 相距不远 正是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最佳时机和最近距离 相信关羽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 这也就意味着关羽离开 曹操回到刘备身边 走的是一条捷径 从关渡渡河来到阳武 这期间是不可能发生过关斩将故事的 更何况得知关羽离开后 曹操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比各位习主勿追也 这也说明关羽的回归之路一帆风顺 并未受到曹操的阻挠 参考书籍 三国志 资质通鉴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